他自己的壞 好 约拿的故事大家可能都很熟悉 很多小朋友都知道这个故事 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 你家里的孩子在青春期的时候 是不是也有那个叛逆 让你伤痛的脑筋 我曾经有一个同学他跟我说 他平常上班最怕的就是接到学校来的电话 你儿子又不见了 一位妈妈他曾经跟我分享 他说他常常想要离家出走 因为他家里有一个天天跟他顶嘴的儿子 仔细想一想 我们自己年轻的时候 是不是也经历过那个叛逆期 如今我们成熟了 回头看 可能就会发现原来 那是一个人 从一个男孩要变成男人 从一个女孩要变成女人 必须经过的一个过程 所以那一段Rough的那个青春期 原来是要预备生命 进入一个更成熟的层次 我曾经有一次讲完道 有一位姐妹就过来跟我说 善弟兄啊 我从小都没有青春期 我从小都非常的乖巧 我跟他说 我说这个问题要问你的父母 让你父母来回答才比较正确吧 是不是 我们从来都不自觉 我们有一些个性上的问题 就像 会打呼的人从来不知道他打呼有多大声 对吧 毒蛇他也不知道他有毒 他只知道他口一张 他一咬问题就解决了 是不是 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所以同样的 在我们的属灵生命当中 我们这个属灵生命的成长过程中 我们也会需要经历这样子的一种挣扎 父母的话我们都不愿意听了 更何况是那个看不见的神 所以我们今天来讲这个 因为拿的故事非常有意思 这故事非常的精彩 它有很多的对仗 也有很多的反讽 都是针对我们每一个人的 这段经文里面 有一个字一直重复的出现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刚才你读经文的时候 有没有注意到 有一个字一直重复出现 就在我今天的这个题目里面 哪个字 大 有没有注意到 刚才我们看到了 有一个尼尼为大臣 有大风 有狂风大作 他们大大惧怕 他们大大敬畏 最后还有一条大鱼 约拉 他是神所重用的一个先知 神给他了一个任务 但是他却不听 他不照着神的话去做 他非常的刚硬固执 神要他去东 他偏要往西 所以圣经是一面禁止 所有这些人物 都是要来反照 我们今天自己的人性 我们来看 今天的这一段的故事 我们在开始之前 我们来做一个祷告 哈利路亚我们的主 我们感谢赞美你的名 让我们能够 今天在这个特别的时刻 在这个世界都受病毒恐惧 威胁的这个时候 还有你这么多爱你的子民 来到教会敬拜你 哈利路亚主 我们为这个来赞美 我们也求主 你的保血遮盖 你的子民 遮盖我们的教会 不受所有外界 这些病毒的传染 你的恩典 不仅临到你的子民 也临到外面那些 还不认识你的人 因为你的慈爱 是高级诸天 升过大海 你不仅要救你的 爱你的子民 你也要救 所有这世上 生病的人 愿主把我们 在国内的家人 亲朋好友 他们是在 这个病毒 疫区的 都教托仰望在 你的手上 你亲自的纪念他们 我们为他们祷告 我们为他们祷告 你来医治 恩待 所有这一切 被这个病毒 所笼罩的人们 赐福 我们今天的福祉 也保守医治 你的仆人 让他能够在 你的面前 继续的福祉 荣耀你的名 我们这样子的 祷告 祈求都是奉靠 主耶稣 基督的神 阿们 好 这个经文 一开始给我们一个 很清楚的定义 什么是先知 第一节 所耶和华的话 临到了约拿 说 你起来往 尼尼为大臣去 向其中的居民呼喊 因为他们的恶 达到我的面前 今天在教会里面 有很多的人误解 什么是先知 以为先知 就是会发预言 其实那是不正确的 希伯来文 先知的意思是 传讲神的话的人 我们从今天 这一段故事里面 也就完全的 可以看得出来 从刚才那一句经文 你就可以看得出来 先知 他的工作是去 向百姓宣讲神的劝戒 我再说一次 一个先知的工作 是去向百姓宣讲神的劝戒 你看 神呼召一位先知 会给他一个 很清楚的vision 告诉他 你要去哪里 你要去做什么 你为什么去 神跟他说 你起来去 尼尼为尘 去做什么 去向那边的居民呼喊 为什么呼喊 因为他们的恶 达到我的面前 看到没有 where what and why 这就叫做意向 每一个先知 有神 calling的先知 他会有一个意向 很清楚的 告诉他 为什么要去 去哪里 做什么 所以很明显的 这个先知的工作 是一个吃力不讨好的工作 所以先知们都是 往往不被 他自己的人接纳的 没有办法 圣经说 因为他们的恶达到 我的面前 这一句话 就显露了 神的律法里面 是带着恩典的 神的律法 永远是带着恩典的 为什么 上帝没有叫 约拿 去惩罚他们 上帝不是派约拿 去惩罚他们 而是叫约拿 去劝诫他们悔改 在当时 尼尼为尘 是亚述王国的首都 亚述人 他们以凶狠出名 他们常常的来 攻打以色列人 所以他们是 以色列的敌人 他们是外邦敌人 所以约拿很自然的 就不想去那个地方 找自己麻烦 第三节 约拿却起来 跑往他师去 躲避耶和华 他吓到约帕 遇见一只船 要往他 他师去 他就赶快买了船票 上了船 要跟船上的人 一同到他师去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地图 你就会了解 今天的这个信息 非常的有意思 大家就会看到 这里是耶路撒冷 这里就是 悠帕 约帕 这是地中海 南海 尼尼围城 在内陆东岸 他要坐船 他从耶路撒冷 到了这个码头港口 要上船约帕去 他师 你看那个他师多远 他师是在西班牙境内的 一个港口 而且他是距离 耶路撒冷 两千五百个mile 非常的远 也就是说 非常的清楚 神要他往东 要他从A到B 他却从A要到C 他却要往C去 而且是越远越好 圣经说 他去那边是躲避耶和华 意思就是说 主啊 你别找我去 你派别人去 你找错人了 我不想去 约帕这个字 的意思是美丽的 他师这个字是黄色的碧玉 你看都是很美好的东西 然后呢 你猜尼尼维是什么意思 亚树女神的城堡 表示那里是一个 异教徒聚集的地方 是有黑暗室内的地方 很大的挑战 我才不想去 我们从约拿树的最后一章 看得出来 约拿他不想去 尼尼维城的另外一个原因是 他觉得那边的敌人 不应该得着神的拯救 为什么 那些坏人杀了我们这么多的同胞 我为什么要去传福音给他们 去让他们得救 所以你看 他是一个满腔热血的一个中心的爱国主义者 可是呢 他不明白神的心意是高过我们人的心意 神的意念高过我们人的意念 神爱世人 他不仅仅要救好人 要救我们自己基督徒 神也要救那些外邦的 我们认为的坏人 然后呢 他买了船票 刚上船不久 就遇到了风浪 这水手呢 他们在遇到风浪的时候 就用人的方法开始想办法要解决问题了 第一个 他们个人都哀求他们自己的神 表示这些水手都各自有他们的信仰 好 这里很重要 这是一个伏笔 表示这些水手他们都是有外邦信仰的 这个时候他们都还不认识耶和华神 然后第二个呢 他们把货物都抛到海里面去了 想要减轻船的重量 看看这样子船是不是就比较稳一点 不会翻了 可是呢 都不work 但是呢 这个时候只有我们这位先知呢 他很大牌 当别人都在惧怕的时候 当别人都在哀求他们神的时候 我们的先知 他下到了船的舱底在那里睡大觉 这真的是一个很大的讽刺 然后呢 这个船主就来到他那里 跟他说 你这沉睡的人啊 为何这样呢 起来求告你的神 或者神顾念我们 使我们不致灭亡 当他们在大海中 风雨飘摇 孤立无援的时候 问题 就不得不升高到属灵的层次了 哈利路亚 你看到了吗 因为在大海汪洋当中 没有什么办法 没有人能够来救他们了 最后我解决问题的办法 只有靠祷告了 这个船主他所说的话 是这整篇信息的一个中心 也是一个当头棒喝 他说沉睡的人啊 起来求告你的神 我们都在祷告来 你不祷告啊 你不觉得我们的圣经很有意思吗 当神 他好好的跟我们说话的时候 他呼召我们 我们都不听不理 只有等到最后 让一个外邦人 一个船主来对我们大声吼的时候 我们才要愿意听 有意思 第七节 这船上的人就开始说 来吧 我们来抽签好了 看看到底是谁 让我们在这个地方 受到这个灾难 结果一抽 刚好就抽到了约拿 这先知呢 本来他以为他躲在船底下 没事的 没人认识他 没人知道他是谁 躲在底下 可是哪里知道 一抽签抽到他了 事到如今 不承认也没办法 去尼尼维 是死 不去 现在在船上 等一下船成了 也是死 于是约拿就跟大家承认 他自己是希伯来人 也是神的仆人 他就把他躲避耶和华 神的这所有的一切的前因后果 一无一时的都说出来了 可是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 一直到这个时候 事态严重 到如今 这位先知约拿 他还是没有向神祷告认错 呼求 然后重点来了 第八节 这个水手就问他说 你是做什么的 你从哪里来 你是哪一国人 你是哪一族人 这个问题要我们反省我们自己 那个question 101 Christianity question number 101 who are you and whose you are 你是谁 你是属于谁的 你从哪里来的 你今天能够来到这里 能够走到今天 你是从哪里来的 你未来要到哪里去 你好好的一个人生 怎么走到今天这个地步了 约拿于是就在此宣告 他说 我是敬畏神的人 我的神是大自然的主宰 这水手们一听就害怕了 你看哦 这些外邦的水手 刚才他们遇到狂风大浪的时候 圣经说他们变惧怕 现在听到了约拿 介绍他的神 耶和华神是创造宇宙万物的 神的时候 他们就变成大大的惧怕 他们的惧怕也提高了 但是这是多么讽刺的一幕 随手珍惜他们的生命 超过船上的这些货物 所以把货物都丢了 可是我们的约拿 他却刚硬的 不顾船上所有人的 这些人的性命 他还是坚持他自己的想法 这里一个重要的问题 再一次的浮现 弟兄姐妹 你从哪里来 要往哪里去啊 你的神是从哪里 把你呼召出来的 他呼召你要去哪里啊 在这个中间 他呼召你要做什么 神给你的呼召是什么 你知不知道 不是只有牧师先知 才有神的呼召啊 每一个人 每一个基督徒都有 神的呼召 做父亲有做父亲的呼召 做妻子有妻子的呼召 你是否顺着神的旨意去做了 阿们 然后呢 这些随手他们把货物抛了 也呼求他们的神了 都没用 因为问题的核心没有解决 随手们竭力的荡奖 想要把船靠楼岸 可是不能 这告诉我们上帝的旨意 是人为的努力 没有办法抵抗的 你人的力量是没有办法抵抗上帝的旨意的 因为这个海浪越发翻腾 随手就问他了 我们该怎么办才能平息 这个风浪 你不是说你是耶和华神的先知吗 约拿就对他们说 你们把我抬起来 抛在海里 浪就平了 你们遭遮大风 都是因为我的原因 约拿很清楚 这个问题的所在 就是他自己 可是大家有没有发现 再一次的提醒大家 约拿宁可被淹死 她还是不开口跟神 祷告 为什么 因为她还没有办法软下来 面对她自己的良心 约拿说 把我抛下去就没事了 可是随手没有立刻这么做 因为什么 因为他们不愿意去伤害一个无辜的生命 其实这里是在暗讽 对比约拿 是约拿让船上的人受这个灾害 而船上这些要失去性命的人 却想要办法保守她的性命 这个船遇到风浪 主要的原因找出来了 是因为约拿 但是这只是表面的原因 核心的原因是 约拿她心里的不顺服 这个问题还没解决 所以弟兄姐妹 当我们的人生每况愿下的时候 重点不在于那表面看得见的问题 而是要去找出来那个根本的内在原因 去面对它 不要怪环境 也不要怪别人 那个问题可能就在我们自己的内心深处 然后这个约拿说 你们把我抬起来 抛在海中 谁就拼了 请问这个约拿 她为什么不自己跳下去 她已经承认了她是那个问题 她为什么不自己跳下去 要叫他们把她抬起来 抛下去 她如果自己跳下去 那是畏罪自杀 可是让别人抬起来 抛下去 大家有没有看到 那是一个献祭的仪式 Hallelujah 十四节 所以说我们就求告耶和华 说耶和华 我们恳求你 不要因为这人的性命 使我们死亡 不要使流无辜血的罪归于我们 你看 这些的外邦的水手还替他祷告 于是他们就没办法了 只好把他抬起来 抛在了海里 果然海的这个狂浪就平息了 好 看起来这个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可是 不要忘记哦 这个故事的起源的是 尼尼维那里有个事 要有人去办的 尼尼维的事还没处理 所以上帝的旨意还没有完 还没完成 更重要的另外一点 约拿的老我 约拿的不顺服 还没有被对付 所以这高潮还没有到 故事还没结束 The guy Jonah is going down deeper 从外人的角度来看 约拿并没有做什么不对的事情 只有约拿他自己心里清楚 他做了什么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的老我 只有我们自己和我们的神知道 这是一个 我们的内心与神和好的一个process 一个过程 所以我常常说 信仰是你要make peace with your God 你要与你的神和好 你的信仰 不是做出来给别人看的 你的信仰是你自己与神的关系 阿们 这个和好的过程 也是一个挣扎的过程 如果你真正追求你的属灵生命 你一定会有这种经历的 你会经历很多的不愿意 不顺服 然后会经历很多的教训 就像雅各 他在真正成熟前 他回家之前的路上 他在贫努以乐和 跟神摔跤 记得吗 被神抓了一把 退缺了 他整个人才站起来了 所以你的生命 也必须要经过那个挣扎 你的灵命 才会有一个跳跃式的成长 哈利路亚 那些外邦水手 他们都开始向耶和华神祷告了 注意这些水手 原来他们是外面的那些 其他的宗教信仰的 现在他们都来求告耶和华神了 都转向耶和华了 可是就是还有一个人 他不向神祷告不求 是谁 悦拿 有意思吧 那些水手在祷告中说 因为你耶和华神 是谁自己旨意行事的 这句话是一个绝妙之笔 一语双关 再再都打中了约拿 为什么 约拿他是不是就是那个 谁自己意旨行事的人 他自己的意旨 甚至都超过了神的旨意 有没有发现 可是你一个人的个性再强 你最终还是要在神的面前低头的 约拿被丢到海里面 是生是死 还在神的手里 先知没有向神祷告 没有为船上的人代求 反而是这些外邦的水手 向耶和华神祷告 呼求最后平息了这个风浪 一个何等的讽刺 这个船上所发生的事情 就代表了尼尼围城将来要发生的事情 船上随手所说的话 就代表了尼尼围城里面 那些无辜者的声音 这灾临到我们到底是谁的缘故 而约拿的回答 就是我 代表了每一个良知的发现 是我 这样整条船就有救了 好 你看这整篇故事 所有的人 船上所有的人都在问同样一件事情 船主说 你这沉睡的人 你做的是什么事 随手对他说 这灾难临到我们是谁的缘故 你做的到底是什么事 因为他一个人的刚硬 自以为是 造成了跟他同传的人都惊涛害浪 有没有看到 对吗 你的家庭遇到风浪 是不是有的时候 也是因为类似的原因 因为一个人的坚持 造成了大家都要suffer 海上的狂风 海里的大鱼 都顺服听从 耶和华神的命令 只有 船舱底下那个人 约拿 他不顺服 船上的水手都大大的惧怕 只有约拿嘴巴上说 我是敬畏神的 可是还是硬着脖子 做他自己想做的事 偏行几路 约拿的顺服 停留在嘴巴上的 约拿的敬前 也停留在表面的 OK 你们把我丢到海里面去 就完事了 但是他的内心 并没有顺服 他只说你们把我 丢到海里就行了 他内心并没有 真正的顺服 最后呢 耶和华神 安排了一条大鱼 吞了约拿 很有意思啊 注意啊 安排这个字 原文用的是 provide 供应 这个字是一个正面的字 你一个人有需要的时候 别人给你这个供应 供应你所需要的东西 哈利路亚 看起来他被丢到海里面 是一个惩罚 其实是拯救 看起来是一个危机 其实是神给的转机 看起来是一个绝路 但是却是一个祝福的开始 我们的神 耶和华神 他是一个供应的神 这是他的名字 他有一个名字叫做 耶和华以勒 记得吗 Elohim 所以在上帝 他的律法中 永远是带着恩典 他要出发 他要教训这个先知 但是他provide了 一个大鱼来等着他 当约拿被抛入海里面的时候 在人看是死定了 就算不是淹死 也是活生生的 被那个大鱼给吞了 毫无希望 可是一切都在神的手里 生死都在神的手里 我们的人生道路 也都在神的手里 在大鱼肚子里面的 三天三夜 是约拿人生的转类点 也是尼尼围城 他们得救的一个转类点 那这一部分 我们就留在下一次再讲 自大不一定是嚣张狂妄 固执倔强 门不吭声的一意孤行 那也是一种的自大 约拿他坚持自我 背离神的时候 经文说什么 注意啊 很有意思 他就下道约怕 然后又下道船的舱底 他自己以为他找到了一个安全舒适的角落 没人认识他 其实他的人生是在一路的往下走 他在招他神给他的架子 不是吗 最后他还被丢到了海底 三个下 下下下连三下 这就是一个背离神的人 他的命运会走的一条路 不顺服神的人生就是这样 你一步一步的在贬低你自己 还不知道 自己越来越接近海底了 自己都不知道 他从原来一个神所重用的先知 他是一个神兴起的先知 变成了船上的旅客 又变成了货物 被抛到海里面去 最后变成于肚子里面的一个食物 他从一个有用的人 变成了一个没用的废物 He devalued himself 只有当他开始谦卑 祷告仰望神的时候 他就从一个废物 直接又变回原来那个先知 冲心立刻被神使用 当约纳他坚持自我要走自己道路的时候 你看 他要自己花钱去买船票 然后路上还遇到狂风大浪 还到不了他想去的地方 当他回头顺服神的时候 路上没有风暴了 他只用一句话 就拯救了所有泥泥围尘的人 人生的风浪看起来好像是命运安排的 但是仔细想想 其实很多时候是我们自己的那个自以为事造成的 请问上帝给做父亲做母亲的呼召是什么 上帝给做丈夫做妻子的呼召是什么 我们好像都知道 我们天天图那几段圣经 牧师天天地讲 我们都听过了 但是我们做好了吗 圣经要我们为我们的孩子祷告 要我们天天地祷告 不住地祷告 我们做了吗 是不是很简单 悦拿的故事就是一个浪子回头的故事 是一个人醒悟回转向神的故事 是一个属灵生命成长蜕变的故事 我们看见神如何用一个艰难的环境来塑造 约拿他这个顺服的品格 多么重要 所以学到这个功课 不要等到神用环境 一个困难的环境 来训练我们的时候 来教训我们的时候 才要学会改变 人生最重要的一个行动 就是顺服神的话 回转 当下的平安 未来的盼望 都在于 我们愿不愿意现在 一百八十度的回转向神 神爱泥泥为尘 那些作恶的人 但是神 岂不更爱 他自己的仆人约拿 他大可以 让约拿逃到西班牙 成为一个被遗忘的人 让他去追求那些世界的黄金碧玉 或者就惩罚他 让他直接淹死在海里 不就完了 另外呼召一个先知 另外兴起一个先知 去做神要他做的事情 但是神没有这么做 神他耐心地用风浪 来 deal with 这个人的自我 让他成熟 这就叫做奇异恩典 Amen 今天的故事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亮光 一个被神拣选 被神使用的人 你如果还想走 你自己想要走的道路 对不起 那是不通的 上帝会把你的路都给封了 不要难过 因为上帝有一个更重要的使命给你 请问约拿 他要跟着这船上世界的众人 去一个美丽的 有碧玉宝石的地方 有什么不对吗 他也是一个凡人 爱钱有什么不对 可是上帝告诉他 我给你的那个使命 那个价值 是远远超过地上的黄金碧玉的 服侍神的道路没有容易的 我们听过多少传道人 多少的牧者 他们当初根本的 完全是不想走这条路的 可是没有办法 神呼召了你 你是躲也躲不掉的 以前我在念神学院的时候 别人的学长学姐跟我讲这句话 我都不太明白 后来我真的终于明白了 后来我真的终于明白了 你躲也躲不掉 而且别人也没有办法 把神给你的护照拿走 哈利路亚 我们的圣经是一面镜子 约拿他的一生就反照我们自己 圣经给我们一个人物的故事 不是要我们去批判这个人物 而是要让我们看到自己 圣经也不是让我们用来反省别人的 是反省我们自己的内心 所以弟兄姐妹 你希望你的人生 是在风浪中大起大落的 还是平平稳稳的 你希望你的人生 是一步一步往下走的 还是一步一步往上的 从约拿的身上 你有没有学到那个重要的功课 顺服 顺服 神给你的旨意 你的人生 会从起伏的弯路 变成一条直路 阿们 感谢主我们来祷告 哈利路亚 主我们感谢赞美你的名 让我们能够 在这样子一个特别的日子 特别的时刻 来把你的话 你的信息 告诉我们的弟兄姐妹 愿主 你把你给我们 每一个人的呼召 都清楚的 review给我们 让我们知道 也让我们真的是 回到我们的基本面 让我们从圣经的 这些话语当中 记得 你给我们的教导 你给我们的执意 你给我们现在的这个身份 所该做的事 都让我们能够 完全的去follow 去行出来 谢谢主 帮助我们在你面前 愿意谦卑 学习 转向的人 让我们从今 能够看着 约拿的故事 走回 你呼召我们 给我们安排的那条道路 让我们去荣耀你的名 让我们去完成 你交代给我们的使命 谢谢主 因为我们同在 赐福 你面前 爱你的每一位弟兄姐妹 金玉良言 成为我们人生的宝贝 我们这样子的祷告 祈求都是奉靠主耶稣 基督的生命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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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们